三 二 一 請啟動 黃冠號整備完畢 正式啟程 好 大家請比個三個小時 黃冠海岸 山海之冠 黃冠海岸 世界之冠 黃冠號 出發 跟亞洲之神陳和煌先生 他擁有的國光號來做結合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樣子的一個 國光號的一個裝飾行銷 能夠到我們台灣各地 將我們的黃冠海岸推銷給大家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推動 我們希望更能走出我們北海岸 讓大家都知道台灣有個黃冠海岸 最好的海鮮以及最棒的溫泉 最好的一個產業 故事館 都在這邊 都在這邊 各位看到 讓大家加聲一下 恭喜 志樂皇 那處長要幫我們拿一張 看一下推薦去哪裡玩 對 推薦去哪裡呢 恭喜處長 卡之爆米花 觀光工廠樂園 哇 有很棒的美食 會在新北市的觀音山 哈哈哈哈 我們遠到會到台中 到宜蘭 我們也會在台北的花博 9月2號 3號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子的曝光 能夠讓我們黃冠海岸 業者的這些訊息 好吃 好玩 好遊的景點 跟大家一起分享 北關處處長方正光表示 黃冠海岸圈裡面有很多知名的景點 像是主辦島嶼生活節的和平島地質公園 也是遊客相當喜歡來的地方 希望能繼續發揮景點的文化深度跟特色 持續發光發亮 和平島我想大家在基隆也相當知道 而且它可以說是第一個台灣接觸國際的一個地點 那和平島本身它有它的文化還有它的地質 那在今年我們也希望和平島能得到全世界 我們參加的綠色永續旅遊的百大旅遊目的地 我希望它一定會得獎 那和平島本身我們希望結合和平島的特色 然後找出它的文化 然後持續的將和平島的島嶼生活 變為我們永續的一個旅遊跟環保的一個推廣 北關處方面用創新的手法 希望讓各地遊客多認識黃冠海岸觀光圈 進而親身來沉浸式的體驗各項旅遊魅力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謝謝大家